欢迎进入背后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舞台上她是芳华绝代的女娇娥 舞台下她竟是风流提躺的少年郎 她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男与女的角色之中 把一种生命形态对另一种生命形态的探寻升华为一种艺术 是万千观众眼睛为之一亮 在震惊与困惑之余 又被深深触动 深深打动 甚至深深感动 似这般 岔子烟红 良辰眉睛 似这般 柔情似水 国色天香 却谁知 光纤背后那万般的无奈与心酸 在瘟疫冷落与嘲笑中 行走在男扮女装这条不同寻常的戏剧艺术的人生路上 需要怎样坚强与坦荡的胸襟与昏 而黎玉刚在屈辱与奋进之间 在颠覆与创新之间 用她的眉与探索 创造出艺术的华彩 生命的花章 谢谢 谢谢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清眼前的关注背后的 大家好 我是李湘 欢迎各位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背后的故事 站在我身边这位雍容华贵 妩媚迷人的美女呢 其实她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小伙子 她的名字叫李玉刚 玉刚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谢谢 今天李玉刚出场的方式很特别啊 她一出场呢 就让大家觉得很惊艳 现场有很多人都被你迷倒了 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湖南的观众朋友 以及全国的钢丝 大家好 我是李玉刚 在这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外食主义 谢谢 现场有很多的钢丝 李玉刚的粉丝统称叫钢丝 好像有带礼物来的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心里话 要跟李玉刚说 我们一个个来 谁先来 你是来自哪里啊 内蒙古 你都知道 我是叫内蒙来的 都认识是吗 我是老朋友了 上去吧 上去 好 来 谢谢 再见面了 新钢丝 新钢丝 这是新钢丝 这是老钢丝 你们是不是李玉刚每次表演的时候 都会去现场观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基本是 基本是 所以李玉刚大部分的钢丝 你都认识是吗 对 我们所有来长沙的钢丝 买了一副这个 你们就是湖南的一个央心里的 清明上所读 清明上所读 这个的主要是觉得 玉刚比较喜欢福果的东西 有什么话要送给玉刚吗 就是通过这次做你们这个节目呢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她 欣赏她 让她今后的路走得顺一点 一定会的 谢谢 谢谢 好了 现场的钢丝呢 非常的踊跃 而且带来了很珍贵的礼物 玉刚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一凡有特别大的事情 这些铁杆钢丝都会到场 其实也有在营萍外默默支持我 关注我的那么多的铁杆钢丝 在这里 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他们 可以说 比如他们做我坚强的后盾 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 有的时候在家上网的时候 看到那么多非常真情的话语 鼓励我的话语 有的时候我会在我自己的小屋子里 跪下来像苍天磕一个头 我就感觉 可能自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特别是他们那么多 一颗善良的心 甚至我遭到非议 或者说我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支持我 这种人间真情 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 我自己感觉 特别特别地欣慰 我们坐下来聊好吗 好的 我每次看李玉刚的演出 我都觉得很惊艳很震撼 其实李玉刚很不容易 他出生在吉林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家庭 不是科班出生 但是他借鉴了金剧中的南旦艺术 加以自己的创新 创造了自己 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形象 李玉刚在2006年的时候 凭借自己的实力呢 获得了新加坡的亚洲新人奖 刚才我看你的表演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固盼神飞 很妩媚 你的那个眼神和表情 是怎么练出来的 最早的时候也有一个误区 要找到一个非常妩媚的那种感觉 所以眼睛就要眯这样的 然后才有那个线条 但是这种感觉不太适合上镜 所以这种眼神要有一个虚和实的变化 以实为主 以虚为主 这个虚实之间是一会儿虚 然后一会儿实 以实为主 以实为主 然后偶尔要虚一下 你跟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怎么样这个虚实结合 会比较妩媚 我相信现场的很多的女同胞 包括电视机前的女同胞 也想学习一下 变得妩媚一点 对不对 是吗 还不好意思呢 虚实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用小声唱吧 随便唱 就是这种感觉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美 三个字形容太美了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学唱歌 或者是学表演之前 会在最初的时候 会找一个模仿的对象 那你的这个虚实 眼睛的虚实 有没有想过模仿谁 主要跟林依莲学了 就是说我是买了一张她的画报 然后贴在我的床头 然后天天躺在那里 就看着她的画报 她这小眼睛和我一样小 就是那种感觉 还挺漂亮的 好像你后来还学 宋祖英和彭丽媛老师是吗 前两天和宋祖英 还在一起演出呢 然后我在那已经卸完庄了 已经卸完庄了 她拿着那个海报 这小眼神跟我当年一样 然后我说 宋老师我没有那个漂亮 然后她说她很漂亮 然后她就谈她以前 谁给谁给她化妆 这个眼睛是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宋祖英唱歌的时候呢 她的眼睛也是很迷人的 有时候也是吁吁的感觉 对 但是彭丽媛好像不太一样 彭丽媛唱歌的时候比较大气 眼睛好像真的挺大的 她特别大 但是她 你观察这么多非常好的 舞台形象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在这种眼神里面 都结合了中国戏曲的那种眼神 就像彭丽媛 虽然她眼睛大 你看着她的MTV里面都是 我属于你啊 都是那种眼睛一虚一失 我的祖国 谢谢你 说到这个李玉刚的表演 我们的刚司也说过 很喜欢《贵妃醉酒》 同时也很喜欢她的《霸王别姬》 听说当时要扮演鱼姬的时候 花了很多的功夫是吗 因为《霸王别姬》 我一共演了两场 第一场就演得不是太成功 我就记着 一抹脖子要死了的时候 我嘴角还咧了 微笑着死去的 后来导演说 你看你死得多开心 多高兴 那后来怎么演这种悲的感觉呢 然后 怎么练 本身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然后回去就开始照着镜子来练 这怎么悲呢 就开始了 当时我的助手 就包括刚才那小胡也是 我说胡你过来你哭在这儿 他在这儿 就是哭 我来看他们 我就来找 然后我也找那个 我原来都是民嘴往上的 所以就没有那种悲伤的 都没有悲伤的感觉 我发现嘴角往下就背了 稍微往下一点就背了 但是我又不能做得那么夸张 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种忧伤 心里头又体现鱼姬 强颜欢笑的那种感觉 就把那种哀伤的眼神 和嘴角轻轻地往下一抿 然后后来就把这个舞台形象 我自我感觉都是挺好的 我自己也愿意看 可是你让你的助手 哭的时候他哭得出来吗 他就学 他就学好几个呢 都轮着哭 好几个一起哭 轮着 我看他 我再看他 再看他 然后一个一个看他们是怎么哭的 对对对 那个骨骼的那种变化是怎么样的 他们哭得好看吗 不好看 哭得特别难看 所以刚刚说了这么多 就印证了一句很老很老的话 就是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花了这么多的功夫 不知道演得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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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盏中 花意水溫 我们就爱你 祝我爱情散尝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美吗 你自己看了自己觉得美吗 挺感动的 挺感动的 美吗 有多美 挺凄美的 除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古代故事 我看了之后 更是回想我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个场面 还有那个时候的心情 因为那个时候 只有我自己才能够领略自己的心情 因为站在舞台上 第一点 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带给全国的观众 也可能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表现 这一点点细微的东西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所以当时的心情也特别特别地复杂 其实李玉刚在舞台上的 《妩媚动人》的这个艺术形象 很多都是他自己设计和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练就了十八般武艺 他学化妆 学造型 学服装 表演 戏曲 演唱 等等等等 可以说现在已经除了是一个演员之外 同时也是一个化妆师 也是一个造型师了 经过十年的这个磨练呢 终于打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 在舞台上这个独特的艺术形象 那我们要不要看看他没有化妆的样子 好不好 好吧 很阳光帅气的一面 我们来看看照片 掌声在哪里啊 是不是都被这个惊到了 好帅啊 我再看看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化妆技术真的很神奇 那今天的这个妆 应该是自己画的吧 是自己画的 画了多长时间 今天 画了时间还稍微长一点 因为 这个节目 我希望 是我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背后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精心地准备 就像新娘子要出嫁一样 画呀画呀 谁跟我说话都不打理他 我就自己在那里描 一直在画 一直在画 不过你刚刚说到一点啊 说希望通过这期节目 作为你的一个转折点 那你想从什么方面 转到什么方面呢 我的心里的想法就是说 我看过这个节目访谈你 也看过 是吗 看过采访赵本山 采访黄胜一 所以每次看都特别特别的感动 所以我感觉 自己有那么多背后的故事 然后真的需要通过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工程 来把我背后的故事完成 所以呢 我就把我这种想法 就寄托在这个节目上吧 希望 所以今天我的压力很大 转折点的节目啊 是的 不过呢 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以后呢 大家会更立体地 来认识李玉刚这个人 不仅仅是停留在 我们在电视屏幕上 看到的李玉刚 其实李玉刚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把自己非常漂亮的戏服 全部烧掉了 因为他不想再表演 男扮女装的这样的演唱了 全部烧掉 不干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从事我这个行业 你想得有多少的非议 我们这个行就是这样的 你扮演得好了 别人都喜欢你 你扮演得不好了 别人都讨厌你 我也从这个流言蜚语中 或者说 备受冷落嘲笑和挖苦中 走过来的 所以的有一段时间 洗里面 也挺不舒服的 然后也是在问为什么 为什么 别人也给我答案 他说李玉刚 你放手不干吧 他说的 你这个行业 永远不可能有出头之之 他说梅兰芳的大师的时代 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他说你看刘欢能成名 那英能成名 腾格尔能成名 你这种特殊的第二个 第二个 我最后告别演出的那一场 我正在那唱好日子呢 今天是个好日子 啪 一个西红柿打到我脸上了 我也没打理他 因为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多了 然后又唱 明天又是好日子 啪 又来一个世子 就打了 我当时心里气得很 特别特别的生气 然后回到后台去 我就收拾收拾行李 然后就跟那个 我们总监说 我说 给我结工资吧 我家里有点事 我就说别给自己回头录 既然已经决定了 就这样地干下去 不回头 那怎么样才能不回头呢 我想一想 我就把我的演出服 都拿出来 然后在沈阳的一块空地 找出来 就都烧了 就这样了 然后就开始做生意 卖衣服 就在沈阳 正常卖了三年多的衣服 就是这样 穿着小西服 可像样了 后来又是什么样的 一个机缘巧合 又让你重新开始了呢 我跟高修明老师 当时还一直有联系 还一直有联系 后来出去走学去 然后高修明老师打电话说 小刚啊 你除了呗 除了跟我去走学吧 就是这样 打电话 当时生意做的 也是困难重重 我就跟着出去跑了 然后那时候 接触的全是老百姓 然后老百姓 对我都特别特别好 哎呀 我在那儿化妆呢 咚咚咚咚敲窗户 就喊 哎呀 我们来看你 怎么怎么的 还给我拿了点饼 那窗户有的 东北我们的条件不好 那一个大玻璃 这边还坏个角 坏个角 玻璃 不会坏个角 他们往里塞 塞橘子 苹果 然后还有饼什么的给我 我就感觉 是不是 我又除了演出了 可能 我的命运 或者说人注定的 人生的这个轨迹 就是这样的 我是一直在思索 一直在想 然后 高秀敏老师说的 你还年轻 将来一定有发展的 这是 他去世之前 我们见面的时候 留给我最后的一句话 他还在那磕着瓜子呢 然后他说的 你放心吧 李玉刚 就是说你到北京 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帮你 然后我说 高老师 你放心吧 我会努力的 就是也是因为 他的这些话吧 我再重新的 又走上了这一条 艺术道路 然后他说了之后 我回去回到沈阳去 把我的生意料理料理 把我的整个的这些 服装摊子都转给别人 转了一些钱 然后又开始重新 开始了我未完的事业 就是这样 有人说 浮华舞台上 最忘情的演绎 这也是喧嚣人群中 最落寞的魂灵 当繁华散尽 也许只有 最寂寞的魂灵 才能留住 那精湛而永恒的 艺术瞬间 蝴蝶飞去 世事总像一把双刃剑 男扮女装 让李玉刚一军突起 引起广泛的关注 但同时 也招来了许多的质疑 甚至谩骂 在最初的几年里 李玉刚经常一走上舞台 就被观众用啤酒瓶子 给砸了下来 若要在舞台上用真情入戏 用真爱演绎苦乐人生 就必须在舞台下 真实而勇敢地直面自己的人生 在一次次地驱逐于抗争之后 李玉刚顽强地抬起头来 他辩访名师苦练绝技 是要用这独树一帜的艺术 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传奇 男扮女装的 这样一条不寻常的艺术道路 挺难走的 那还要练演唱啊 包括舞蹈工地 好像是二十三岁 开始学习跳舞的是吗 老师特别特别狠 我现在感觉他就像那种 特别狠 特别狠 怎么狠 我在那两个腿 就是说伸出来之后 两个腿对着整个一个墙 坐在那里 他是脚在后边等我 然后说疼不疼 我说疼 疼不疼 疼 疼疼 就这样的 当时我就在后边打他 就这样的打 打也打不着我就骂他 还骂难听的话 最难听的话都骂他 他就躲 你骂我 就这样 越骂就越 越踹得很好 越骂越踹 我哭 我天天哭 然后旁边很多人围观 有大人有小孩 就在那学校 我看他们的眼神都 都特别地怜悯我 那不仅是怜悯了 我看着好多男孩的那种眼神 都变成怜爱了那种眼神 哎呀 看着我就那么看 我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我就像他们求助的一样的 那种感觉 我就瞅着他们 他说你还哭 你还哭 就是这样的 这么苦 想过放弃吗 想啊 练完了之后 我说我明天不来了 我就告诉他 还气他呢 明天不来了 就不用那么狠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说不来就不来呗 就这样的 我说再见了 拜拜了 我生气气他 然后第二天等起来之后 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信念 然后懒洋洋的起来了 还是去吧 又去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中国京剧中的南旦艺术 能够发展到今天 是因为男人扮演女人 有很多的优势 我们来问问李玉刚 这个优势在哪里 在舞台上的这种力度 可能要稍微 比女孩子要强一点 能够做一个 非常大的舞蹈动作 就包括这个仇子 大世界吉尼斯记录 是24米 也是挑战了一个记录吧 就是24米长的这个仇段 可以把它飞不起来 对对对 而且是在网上 查了好多资料 是最长的 那现场我们方便 要不要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展现一下 好不好 好 这个长头可以吗 好啊 好吗 试一下 在这里呢 我要回过头再问李玉刚一个问题 就是男扮女装的表演 是你自己很喜欢呢 还是为了萌生 现在是很喜欢的 的确是 因为现在这种精神 已经到我的骨髓里的那种感觉 但是想当初就是为了谋生 为自己过得更好 我是偶然的机会就男唱女生在舞台上 我那个时候也找到一种说做人的一种尊严 因为像刚才的照片说我长得特别的帅气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说在给我信心 我知道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男孩 走到哪里也不起眼 突然因为我踏上这行被别人重视了 别人会跟我握手 跟我点头 或者说会主动地把一些事情让给我 我才意识到 哎 挺好 从街头巷尾拿着照片找场子演出 到现在登上国际的舞台 我觉得李玉刚这十年呢 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也感受到很多温馨和甜蜜 李玉刚他同年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 他的爱情故事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建议李玉刚呢 把这个脸上的妆卸掉 换上自己的衣服 回复他的男儿本色 我们再聊聊他背后的故事好吗 好 好 看见我以后就奔走相告 哎呀 你说那驴刚刚飞 你们俩怎么长那么像啊 怎么那么像啊 你俩 夫妻像嘛 很有缘分的啊 马上到出场的时候 他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说 嗯 一定要好好地演 以前想吹到四十岁 现在我想会吹到七十岁 或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他让我坚定了我音乐道路的 这种马拉松式的长跑 肯定我选择的是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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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那里写 说我需要钱怎么的 也得到很少很少的这种 这种捐助 为什么你说到这个的时候 我的 我想象你那个情节的时候 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 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你好像 我看到你哭了 我的眼泪就止中了 为什么我哭了 你的眼泪就止中了呢 世上有多美 本节目更多精彩视频 请浏览精英网 3w.highfly.tv 那是青春都芳芳 ir汉下占mit 龍蝦 屋像枱亪占花 载人トür 蹄今世幻燃不悲 啊 啊 啊 如花